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比赛啊 辉耀那个陈牧又来了 他不是去年就进省队了吗 他怎么还在辉耀体校啊 他之前啊 因为打架被省队给踢出来了 这种人活该 吴牧 这回我不能去 你千万把那个陈牧给盯紧了 别让他又是什么花照 队长他 放心吧 我知道 说起来也真气 你说教练怎么这么偏心 凭什么那个邵以良可以去啊 或许这也是些好事情啊 你怎么胳膊这儿往外拐啊 你仔细想一想 邵以良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好好打击打击他 下次他就没有心情参加比赛了 没想到你想得这么深啊 咱们之后不是还有团队赛吗 我也是为了咱们的集体荣誉吗 加油 加油 好好比 加油啊 好好比 点点账 没事的 喂 加油啊 加油啊 喂 让一下 让一下 你站在这儿我怎么上去 啊 正常在我等你回来 怎么了 你搜我的那个定络胭刷 还有疏口水 什么牌子的 上面有血 你自己看 挺好用的 有钱人就是会享受生活 那电动牙刷 可比手动牙刷好用多了 这 口腔内每几个小时 都会滋生大量细菊 那个树口水 可以抑制细菌增生 我一直在用 挺好用的 口碑也不错 给我用呗 你不是自己用吗 用自己的 你干吗 分享一下疙瘩 每天 你觉得 我差不多 我做了 你的 你看 对 我不能 对 你 先给大家透露一下 我们等会儿入住的是五星级酒店 大家都做好心理准备 你们打枪的都这么有情 还住五星级酒店 确认你别抱太大希望 你别抱太大希望 还真是五星级酒店啊 没错吧 五星级 来 这盐还可以吧 还可以 来来来 盐还可以 杜翔 你不是邵姨吗 可不是吧 这邵姨还有脸来呢 邵姨是不是那个 打把打到别人把子上那个傻子 打到别人把子上 那打了几分啊 你自己去问问他呗 我听说 他爸还是那个什么亚运冠军 那天比完赛回家 给他一顿揍啊 要不是说他是个蠢货呢 真的傻我一顿揍啊 他蠢还是脑子呀 还有点问题 你们说谁呢 你谁呀 你爷爷 口气倒不小啊 要不咱俩聊聊 干什么呢 等着瞧啊 等着瞧啊 我用尽全力追赶 用尽全力追赶 直到你也 并且站在对爱 这一生的勇敢 不宜没有尽全力追赶